潮州镇烧冷冰附近清水路旁有家越南点心铺 业者陈翠娇喜欢做越南小点心 也吸引很多好姐妹的支持 没想到坐着坐着累积了一群死忠顾客 纷纷拱她开业卖越南点心 因此开启了她的首座点心店之路 她说为什么你东西好事为什么不开店 然后我就想很多人就一直问我这样 好了我说我想要开店小小店 讲到一般越南料理店都是卖河粉类 或是一些越南家常菜都没有点心专卖 因此陈翠娇突发起想卖起各式点心 如炸芭蕉木薯糕等 还有最受欢迎的椰子麻糬 有一般越南店是卖牛肉河粉 卖面一些都没有点心 然后我就跟他们不一样 我要点心 我的东西特色是向蓝率都高 跟木薯高 还有那个摩吉 那个里面有包那个椰子 在这里是到那个越南的 到底那个越南的味道 大口咬下椰子麻糬 不仅有果肉香气还能吃到椰子肉 相当特别 让近期在拍摄朝中美食地图 及节目的镇长周品辰 瞬间爱上 这是椰子 椰子汁 椰子汁嘛 这边口味不像 这边的椰子是什么的吗 这边有椰子 有椰子 但我吃不出来了 它也椰子两个 椰子里面的那个肉嘛 椰子肉嘛 对啊 也薄椰子肉啦 吃得不出来了 一只吃下去 不错 强调这独特美味绝对是 潮州其他地方吃不到的 除了要纳进在地美食地图 也将透过节目呈现给大家 希望把这特别的越南家乡点心 变成潮州特色美食 也能成为吸引游客驻足的一大亮点 记者 博宇廷 杨振义 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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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